首先是准备阶段 先记录无线编程器背面的ID和密码 然后将无线编程器连接至PLC 并确认电源指示灯亮起 这样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用电脑连接无线编程器的网络 ID为产品背面的ID 而密码则为后八位数字 打开上位级软件 依次点击启动本地服务 启动配置服务 然后选择自己的PLC型号 点击创建串口 就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 找到我们所创建的虚拟串口了 如果创建串口失败的话 则可以在安装路径文件夹中 根据你的系统依视频中的指示 找到文件夹中的VSB Setup 文件 打开即可 如果出现上位级软件无法安装 则使用管理员身份打开安装程序 即可正常安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